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看机场社会闲散人士到拳馆踢馆 想要砸人家晚饭的结局是咋样的 这个穿滑衣服的小兄弟不知道是吃饱了 不知道是吃饱了没事干还是动作偏看多了 想来拳馆尝尝擂台比赛 对于这个要求拳馆馆长直接饱饱的满足他 这个馆长下手有分寸没有对小哥下重手 不过小哥也是吃了不少苦 幸亏也是带了护具 不然也是坚持不了那么久 这个宅男小哥更是无语了 看这架势就有点羊羊腔的 还敢上去屋馆踢馆 看来出生牛犊不怕虎呢 今天被做一顿以后该好好进场上班了吧 被做一拳之后 小哥竟然还敢表示继续打 看来苦头还是吃不够呢吧 铁馆就是砸人家晚饭 砸人家吃饭的家伙 不是每个人都会笑脸相对的 这个馆长也是满腔怒火 看来这个小哥今天是要白白挨揍了 这次比赛馆长也是懒得理了 直接派出学一个月的学员 给对方试试招 学过和没学过的差别 也是很多的 不过是搏击思维和攻击招式都不一样 这个小哥也是武侠偏看多了 想要跳起来提对方 结果重心不稳 被人一拳打中忽然倒地 这回终于老实了吧 面对有人来踢馆 馆长也是很无奈 也是很气愤 不打就很尴尬 打了就怕对方受伤 这次馆长直接给对方带上护具 再用技术碾压 区然后给了一号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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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